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4年3月15日 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今天想继续聊一聊我们申请美国签证的话题 申请美国签证 我们必须要填写一张在线的申请表格 叫DS160表 这个表格里主要就是涵盖了你个人的情况 以及赴美的形成计划 那其中大多数内容都和你的真实情况是息息相关的 比如说你的出生地、居住地、工作的内容、最高学历、出境记录这些 这些一般来说你都可以按照真实的情况如实的填写 详细、如实、准确的填写在里面 但是这张表格里也包含了一些特殊问题 所谓特殊问题就是和美国以往的签证、移民记录相关 你在美国的亲属、美国的拒签记录 以及你本身的特殊身份等等 这些特殊问题如果不好好填写的话 很有可能造成一个很大的麻烦 甚至很快拒签的后果 所以我们一定要加以重视的 今天想来把这些问题梳理一下 首先美国签证申请表肯定是和美国相关的问题是最重要的 其中就包括美国签证以往的拒签记录 如果你以前申请过美国签证 然后被拒签了 你必须要如实填写是什么时候在哪里被拒签的 还有包括签证的类型 另外如果你有被美国拒绝入境的记录 这个主要发生在我们去美国的塞班岛的时候 这种情形是比较多的 然后就是因为种种原因 在航空公司的时候就没让上飞机 或者你上了飞机 但是到了塞班岛的入境口岸的时候 不让你入境而让你原机返回了 这个就是美国的拒绝入境的记录 还有一种就是你以前去过美国 但是待的时间比较久 比如说你拿着美国的旅游签 最长时间可以停留半年 但是你停留了七个月 甚至一年甚至两年 这种逾期滞留的记录 理论上你也需要如实填写这些内容的 如果你故意隐瞒 或者忘了有这样的记录 没有填写 美签的申请大概率就会被拒签了 这些负面的记录以外 还有是否你有申请过美国的移民 比如说递交过美国的移民申请 有的人已经递过EP5投资移民 或者自己的这个亲属移民正在排期当中 或者已经递交了其他类型的美国的移民申请 这个是一定要写的 而且这个肯定是会在签证官的系统里面 能够跳出来的 你一定要写的 你要不写 他问你 你为什么不写 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轻则直接拒签 重则永久拒签 那这个就很严重了 那另外如果你在美国是有驾照的 这个通常就是美国有留学经历的朋友 在美国考过驾照的 或者你以前有过美国签证的 或者你有过美国签证 但是后来丢失了 这些内容都是要写上的 包括你的签证类型 签证哪里签发的 签证号 如果签证丢失了 那你要写明这个情况 到底是丢失了 还是被偷了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情况 就是你有没有在美的亲属 这个亲属 包括直系亲属 以及旁系亲属 所谓直系亲属就是包括你的父母 子女 配偶 以及你的兄弟姐妹 这个兄弟姐妹是仅限于亲兄弟姐妹 那种堂表兄弟是不算的 如果你在美国有直系亲属 那你得写上他的全名 他在美国的身份 最好你要知道 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 拿到美国身份的 比如说他通过正常的渠道 投资移民 亲属移民 或者经营移民 这种方式 这没关系 那如果万一他是走线进去的 或者拿到签证以后 黑下来递交庇护申请的 那你这个就要当心了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你的旁系亲属 就是前面没有提到的啊 比如说堂表兄弟啊 孤婶啊 叔侄啊 伯伯舅啊 之类的啊 这种都是属于旁系亲属 那这个呢 你只需要勾选一下就可以了 万一签证官问到 他在美国的情形呢 你如果知道就说知道啊 不知道你也可以说啊 不知道 因为我们的联络 没有那么的紧密 我不太确定 他在美国的身份是什么啊 他住在哪里 我只知道他住在美国 那这也是可以的啊 因为毕竟跟你不是一个 直系亲属的关系 签证官也不会太过在意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是不是有 其他国家的拒签记录啊 或者有其他国家 拒绝入境的记录 那这个呢 是不体现在DS-160表格里 但是呢 万一签证官问到你 你得自己心里有数啊 因为美国跟五眼联盟 其他的国家 是有一个签证和移民信息 分享的系统的 那和其他有一些关系 比较紧密的国家呢 也是有这样的签证信息 分享系统的 那有可能他看到了你的信息 他来追问一下啊 你是不是有这个国家的 拒签记录 或者他就大而化之的问一句 你有没有其他国家的 拒签记录啊 这个时候要提高警惕啊 你千万别随口就说没有 那万一你有呢 比如说你有日本签证的 拒签记录 你有加拿大签证的 拒签记录 甚至你有比如说英国的 或者什么韩国的拒签记录 你万一随口一打 你说没有 好 他指着这个记录 他说你到底有没有 我这里查到 你有一个加拿大签证的 拒签记录 在某年某月某日被拒签的 你怎么解释 你是不是故意隐瞒啊 就有人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他当然不是主观想要隐瞒 他只是客观记不起来了 从而导致了美签直接被拒啊 那这个是比较冤枉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表格里会问啊 你是不是有其他国家的国籍 或者其他国家的永居 那这个如果有 你就填上就行了 美国呢是不禁止 或者说是默认双重国籍的 即使你有其他国家的国籍 他也不会当回事的 你反正有 你就申报一下就行了 另外呢 就是属于比较敏感的内容了 就是你本身是不是党员啊 你本身有没有军队的服役记录 党员呢 不光是包括这个CCP啊 还包括什么民主党派也算的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你的服役记录了 比如说你参过军啊 当过兵的 比如说你是普通士兵 还是士官啊 之类的 你也需要如实申报 什么时候当的 军衔如何 是什么军兵种啊 这些在表格里也需要体现的 那有的人不想写啊 就直接写没有 那你在生活当中 这一段gap 你自己就要当心一点了 或者签证国 他本身就心知肚明 你有这样的情况的 你却在表格里没有体现 他问你了 你也没说 那这个完蛋了 你就涉嫌这个签证欺诈造假啊 那这个直接举签 外加永久举签 都是很有可能的 另外你如果去过 对于美国来说 比较敏感的国家 比如说像俄罗斯 伊朗啊 或者其他的这些战乱国家呢 都需要当心一点的 你最好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入境记录 俄罗斯还行啊 因为在特殊时间以前呢 很多住在北方的朋友啊 去过俄罗斯 比如说去个什么边境口岸 买个东西啊 捋个油啊之类的 或者当天游 或者跟团游 这个其实签证官也能理解啊 那有的人是去那边留学的啊 这个虽然不多 但也有 你要有一个合理的 去这个国家的理由 其实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那如果你要隐瞒的话 你就自求多福吧 最好签证官没有发现 你的签证页或者入境章啊 原则上最好还是如实申报的 总而言之呢 DS160这张表格 还是非常全面和详细的 涵盖了你人生当中的方方面面啊 以及你本身的一些敏感的特殊的记录 都是需要申报的 那如果对于其中有哪些吃不准的 或者觉得我这个情况比较特殊的 需要跟罗宾大叔咨询的 也可以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 或者电报啊 罗宾大叔提供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的咨询 以及签证办理的服务啊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 好